可恶,你是谁,竟然敢在本少爷面前口出狂言 此人便是我昨日跟你说的玄兆七的修士,先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 这股气息,是昨天的那个人,为什么只能感受到他的气息,却见不到他们 不知萧恩长老,此番前来我帝宝阁有何事呢 也没什么事情,只是刚好路过此地,看不惯有人在我面前装逼便想出手 可恶,你这小子在说谁呢 冷静点,他是在故意激怒你,千万不要上当了 不知萧恩长老是否愿意参加我们帝宝阁过几日的拍卖会 小女子这边,给萧恩长老安排一处最好的位置 也行,听闻此次拍卖会的三阶赤血猪可是个好东西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或者 若是萧恩长老喜欢,晚辈可直接赠与前辈 什么,这阁主竟然要将赤血猪直接送给他 可恶,师父这下子怎么办 要是我们这次拿不下这赤血猪 下次别怕 不急,这里不宜动手,就算给他拿走了 为师也有办法再拿回来 再等几日为师的修为便可恢复至金丹期 到时候对付他只是轻轻松松的事情而已 直接送给我,这不好吧 我从来不白套别人的东西 作为回礼,这些三品丹药和零水液就送给你吧 什么,这些都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这样不好吧 我萧恩决定送出去的东西自然就不会收回来 你拿着吧,而且我也有一事相求 前辈有何事相求,小女子一定会竭尽全力相助 放心,这件事情并不难,但是也只有你能够办到 这里人多不方便,我们换个地方说吧 那行,前辈,你随我来吧 我顺便将三阶吃血猪拿给前辈 可恶,竟然让这小子就这么容易得到了三阶吃血猪 我不服啊 等为师的修为再恢复一遍,我们再找他算账 师傅,这口气我眼不下 放心,敢抢我徒弟的吃血猪 师傅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我们先走吧 德尔,系统提示,宿主成功记录里重锋 掠夺了一千点气运值,系统升级 宿主剩下三斤一瓶给徒弟将获得百倍返还 前辈,这就是我们毕宝阁此次将开卖的三阶吃血猪 这猪子看样子恐怕不是普通的吃血猪吧 前辈果然不凡,的确,这猪子是吃血魂猪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其品质可是差远了 吃血猪只是普通吃血狐身上凝聚的一颗灵气猪 但是这吃血魂猪可是夺天地之造化 吸收了雪灵山盛气才凝聚而成的 一千年才能产出一个,非常稀有 难怪这里淳风这么想得到他 如此贵重的物品,你就这样送给我吗 送给前辈你,总比被那无耻之人得到强吧 更何况前辈今天帮我解围,我还来不及道歉呢 这猪子放在我们毕宝阁有用处 只希望前辈以后能够多多照顾我们毕宝阁 对了,前辈,你说有事相求,是什么事情呢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一个人的行踪 我也不会让你们白帮忙吧 我也会传授你们毕宝阁一些宝物和功法 就算李淳风将破胎单交给万象阁 也不足为据